上个月初住在缅甸仰光的15岁少年 札尼跟爸爸说我去买个水 然后就人间蒸发了 两周之后仰光另一名20岁男大生 在家门口玩手游的时候 突然就被三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拖走 他爸冲出来想救人 却被对方拔枪威胁 只能看着儿子被塞进车子里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这些都不是个案 过去几周缅甸各大城市的家长人心惶惶 因为各地持续传出年轻男子离奇消逝的事件 光是11月就有16人失踪 所以到底是谁在乱抓人呢 抓他们去干嘛 大家好我是凡几位 欢迎收看饭雪的台北看事件 其实应该蛮好猜的 就是缅甸军政府在抓人冲军 纽时报导 这些人经常趁着半夜或是清晨人少的时候 上街找若丹的男性下手 有的时候是军行合作 抓到人之后先送警局 趁机敲家属一笔 有的则是直接送去训练营 有个太太告诉记者 丈夫前一天去清真寺城岛之后就没有回家 后来同行的朋友说 他们一群人都被抓去警局 每个人付了860块美金的赎身 要他赶快去追有老公 但他没有那么多钱 等到赶去警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丈夫早就被送去军营了 除了当街掳人 据说军政府还派人进驻校园挑人 有个妈妈就有说 他儿子才6年级 某一天老师突然来电说 有军人在学校晃来晃去 校方没办法保证儿子的安全 吓得他就马上把儿子接回家 从此不准他出门 其实2021年缅甸政变之后就经常传出 军政府用各种手段征兆平民加入军队 还把囚犯掉了边境 当人肉盾牌或是地雷探测器 只是最近几个星期越来越不得手段 有时指出 这是因为军方招不到心血就急了 虽然缅甸现役军人号称有20多万 但是军心涣散一堆人叛逃 有个支援逃兵的NGO指出 从政变到现在至少有4500人叛逃 缅甸的国防学院招生情况也很惨 以往每年有1000名的新兵 今年只招到83个 不只正规军缺人 偏乡城镇的清军政府的民兵 也有不少人叛逃 有个住在南部博库的刀兵告诉缅甸前线 他根本不认同军方说 反抗势力民族团企的政府 是该杀了恐怖分子 而且当兵不是要保家卫国吗 军方居然要他们保护军人 有势冲第一 根本就是去当炮灰 他当初加入是为了钱 但原本说好的10万免元月薪 居然缩水到1万5 他就编了个理由逃走了 军队招不到新人 对当局来说压力很大 跟大家复习一下 缅甸在这里 那我们4月的时候报导过 军政府承认缅甸330个选区 军方只掌握了一半 但现在更少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智库做的互动地图 颜色越红 表示打得越激烈 右边的胆帮在10月27号后冲突激增 因为缅北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 三兄弟联盟 在这里就发动了1027联合行动 把军政府打得落花流水 占领了160到200个据碟 外加4个贸易的重要城镇 包括中缅边境的重镇 清水河跟新维 被外界认为是军政府政变以来 碰到的最大挫败 这三兄弟联盟是胆帮的国感族 德昂族跟移民来的若开人 为了各自的利益 在2017年组成的武装联盟 但他们一直跟缅甸目前的内战保持距离 这边要解释一下 缅甸的少数民族 其实都不喜欢之前的民选政府 原本说要给他们自治权 后来没给 直到政变之后 几个实力雄厚的少数民族才放下成见 跟民选政府结盟 组成上面说到的民族团结政府 但是胆帮位处于中国的隔壁 国感族又是华裔 跟中国关系密切 因为顾及中国的边境贸易 还有对军政府的态度 才一直都没有表态支持民族团结政府 中国之前施压 就跑去跟军政府和谈了 但10月这一波攻击 中国没假话吗 还真没有 甚至传出中国当局为了凶免边境的 电信诈骗园区还按住三兄弟一把 大家知道很多人被骗去柬埔寨杀猪盘吧 其实缅甸也有 而且杀猪人跟猪仔都是中国来的 经济学人说 至少有12万人被贩运到缅甸做诈骗 从中国骗走了数十亿美金 中共过去一年 不断地要求缅甸军政府严加取缔 但军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去管 在1027行动前一周 还爆出在诈骗集团卧底的公安 被诈骗集团抓了表明身份之后 竟然被活埋 气得中国上门 要求缅甸要给个交代 这时三兄弟就趁机出来说 我们可以帮忙 然后就打着清缴电信诈骗 收复失地为民除害等民意出兵了 外交家就指出 中国这次没介入 就是对缅甸军政府的无能已经很不耐烦 想要换边压压看 三兄弟在大获全胜之后 也跟民族团队政府说 其实大家的目标都一样 一起努力 美国的和平研究所的缅甸专家就说 这让反对势力士气大震 一定会有更多的少数民族部队响应 那缅甸的反抗势力能够靠中国推翻军政府 迈向民主吗 经济学人的看法是 你就别天真了吧 中国现在让三兄弟去打 比较像是在警告军政府 顺便就铲除了诈骗集团 顾好自家的边境 但这只是短期目标 中国的长期目标 还是缅甸境内一带一路的投资 贸易跟稀土资源 这些还是得要靠军政府 军政府也知道 所以上个月默许了多个城市 发动了反中示威 让中国知道他们不爽了 果然中国马上就举行了中缅联合军演 月初王毅还跟缅甸副总理会面 上周开始帮忙调停跟三兄弟的战火 而且1027行动的胜利 也未必是缅甸民主抗争的转类点 国际维基组织的专家就告诉缅甸前线 把城镇打下来还不够 要治理才会变成你的 但武装团体没什么资源 要控制城镇保护平民非常的困难 而且这个三兄弟本来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才结盟 跟民主团结政府也没什么交情 只要少了共同的敌人 未来会怎么发展还很难说 民主团结政府的外交部长西马昂 则告出日进亚洲 这一次胜利最大的收获 就是重创军方的信息 他们能做的就是趁机对军队喊话 表态接受逃兵 他也希望军队知道 团结政府并不想要废除军队 而是要改革他们 成为保护人民的军队 不要只当军政府的工具人 至于外国友人呢 他对于东协不抱太大的期望 中国不用说了 那美国呢 高喊人道援助的缅甸法案 也因为两党恶斗 要明年才有可能讨论 所以他现在在国际上 只能尽量让大家知道缅甸人民的情况 但缅甸的未来 他很清楚得靠自己 缅甸的故事是一再一再提醒我们 民主制度一旦被打破 要回去有多么的困难 如果想帮忙缅甸的话 去捐款 无国际的医师 国际特征的组织都有在做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开键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才就能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当LINE Today的估计来明明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但请别的TODAY看世界 天为你精选一则的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宗翰的小发明大革命 后天是凯莉的人物阿金 我们周一见